最近我们的歼10飞行表演队又飞到沙特参加航展了 这次我们的表演队可不仅仅是给航展捧场去的 更是肩负起了推销一关我国重量级装备的任务 这个装备是什么 给大家提醒一下 以往我国歼10战机前往沙特参加航展表演的时候 那都是在运输机领航的情况下进行转场的 而这次是整个飞机编队从中国起飞 独自进行多次转场 然后才飞点沙特 这其中的区别可大了去了 以往是运输机领航 运输机作为大型军机具备完整的雷达和导航系统 战斗机不同 很少有人给战斗机装备特别高精度的独立导航系统 而具备独立导航能力的战斗机都算得上是主力战机了 所以各位应该都能猜到我们这次推销的到底是什么了吧 答案就是北斗导航系统 战斗机进行远程飞行的时候最为重要的就是导航能力 因为战斗机油箱小航程短 所以进行战略转移的时候必须多次转场 每次转场后都需要通过导航重新定位方向和目标 所以导航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在导航能力的背后代表的是一个战略制约能力 这次坚实飞行表演队能实现独自转场 从各个角度上说都坐实了我国北斗导航系统的军事运用效果 让我国实现全球战略部署和战场建设 中东国家对美国人的武器真的是深恶痛运 尤其是之前美国通过后门操作沙特阿拉伯防空导弹击落了野门的防空导弹 这件事情上他们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但是他们又没办法脱离美国的装备 因为这么多年的建设 中东迅尼派各国军队早已完成了全部美械化 一旦脱离美国战场指挥系统和导航系统 整个军队会陷入瘫痪 想要换装备换硬件是小事 关键是要找一个能和美国GPS相抗衡的卵件 而中国的北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满足中东国家需求的导航和战场指挥系统 这次坚实独自转场前往 沙特就是在告诉中东国家 我国的北斗导航系统性能完全够用 可以轻松取代美国的GPS导航 哪怕是脱离了美军的指挥数据点体系 我们也能为沙特提供独立全面完整的战场支援能力和战场辅助能力 当然根据本虎的估计 沙特应该不会全面进行装备换装 毕竟他们之前已经吃了一次被美国人坑的亏了 虽然我们自己知道中国不会搞后门这种下作手段 但其他国家不信中国 这个主要是因为过去数百年间 全球霸权主义思潮导致了国际关系思考逻辑控化 无可厚非啊 无可厚非 所以他们大概率会选择邀请中国协助他们对现有装备进行改进设计 让这些装备可以同时兼容北斗和GPS两套导航系统 从而实现制衡 也就是北斗导航系统黑了用中国 中国导航系统黑了用美国 对于美国来说这个事情可就恶心大了呀 我们不会给那些卖给其他国家的武器给人住后门 但美国人会啊 而且他们还会利用后门啊 这一下美国人控制副英国军队的一张主牌就没有了 有实验的 存在 为美国人 但是